再来又看到高雄一间便当店新开幕 业者为了抢工市场一连三天推出了一元促销 前一百名便当只要一块钱 有民众凌晨三点就来排队 开店只有五分钟 一百份的便当统统买光 卤肉煮到软烂软烂 香气扑鼻让人口水直流 一块块裹粉的排骨 如果油炸鸡腿看起来 同样酥脆可口 工作人员夹菜包便当 忙到没空休息 营外门口大排长龙 凌晨三点天没亮就来排 因为前一百名便当只要一块钱 来得太晚直接扑空 原来就是便当店新开幕 推出了促销站当地短短一百公尺 就有好几间卖便当的 竞争激烈下要抢工市场 才会连续三天推出限量一百个一元便当 今天比较夸张 今天比较夸张啦 因为我们十点才营业嘛 他们八点已经排满了 对自己的产品还有信心 让他们试看看我们的口味能不能习惯 那习惯就能成为我们的主顾 发完大概五分钟吧 我就一直发一直发 一百份一元便当 五分钟就卖完 业者出奇招 判增加曝光 也让民众乐得强好康 记者吴雪珍 高雄报导